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我都不看一眼瞎了狗眼嫁给这个人 没欠了 没欠了 他都已经嫁了 是不是 乱乱的 要转念头啦 如果有学伙就不一样 上苍特别厚爱我 嫁了一个这样不成才的老公 让我学习忍辱 晚上不回来 让我学习智慧的孤独 我不怕 然后改变观念 不回来 我刚好念大悲咒 本来念二十一遍 到凌晨两点回来 我加到一百零八遍 主要 肯息生认命 你要懂得会转念 所有的障碍 来自于你心的妄知 那你就说 上人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管对方 我都要接受咯 我都要接受咯 要我问你 你能改变他吗 说啊 没有办法 一讲两句就干起来 一讲两句就吵起来 对不对 吵到楼下 那那个果就好嘞 好了 不要再吵 果都受不了 所以 没有写佛 就是争吵 矛盾 忍战 这样子 不急 不理 不急就是 没办法结合 因为 两个人 思想看法不一样 也不理 因为有的家庭也不理 所以 家庭都是这样子 不急不理